鄭麗文委員他經常上的那一家媒體 友台媒體今天做公布了他們所做的最新民調 就是針對防疫這件事情以及疫苗這件事情 那陳時中目前仍然是維持著74%的滿意度 今天最新出爐的喔 有台的民調 那如果鄭麗文作為國民黨的黨邊 他認為說74%啊 不行不行 你要給我下台 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說服台灣人民 某種程度國民黨的做法比較像說 儘管我們的防疫很好 但是在野黨就是不可以稱讚民進黨 所以陳以信當初稱讚一下 送花一下 被罵到臭頭 還要被送好機會 所以鄭麗文說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不管你民調有多高 不管你滿意度有多棒 你通通都得下台 我覺得他已經站穩了政治立場 所以他沒有在跟你講道理 沒有跟你講理由 沒有在跟你講客觀的民意的感受 反正我叫你下台 也就是下台 因為我是在野黨 你是執政黨 那我覺得這種不理性的問政方式其實對國民黨不太好 因為的確防疫這件事情是經過台灣全體人民的認可 也經過了全世界幾乎是一面倒的認可 在這種狀況底下 如果鄭麗文還要 不行啦 你要組疫苗國家 對啦 沒有組成你給我下台 我會覺得極為可笑 這件事情對於 傷害的是誰 絕對傷不了陳時中啊 傷的是鄭麗文 傷的是國民黨啊 那國民黨如果連這一關都看不懂 都沒有辦法這個理性一點的 面對事實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國民黨現在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換個角度切入 今天鄭麗文是批評陳時中 叫他下台 陳時中就會下台嗎 不會啦 民意的基礎啦 他的民意現在夠高 陳時中不會下台 可是鄭麗文要把他罵 他一定要罵 一定要罵 一定要罵 這料賀哥曖昧喔 對 因為他絕對不敢稱讚他或送花給他 對 他有看到陳以馨的例子了 如果稱讚他或送花給他 他的下場就跟陳以馨一樣 而且他的背景跟陳以馨又不一樣了 他如果送花或是稱讚更麻煩 所以他必須要罵 這叫政治正確 但是我講一個問題 我常在講 如果今天是 蘇貞昌是國民黨的 那鄭麗文是民進黨的 那鄭麗文去送花給蘇貞昌 你認為國民黨會不會罵 這個國民黨的行政院長 我告訴你被罵到臭頭 你怎麼可以接受綠營的花 反而綠營沒事 送花給他沒事 接受花的倒霉 所以我說國民黨的觀念要改一下 國民黨目前他要去罵陳時中 什麼下半場幹嘛 他有點像是拿著中國寫好的一個劇本說 好啦 你防疫的部分的話 台灣已經這個刀槍不入了 你改打一下疫苗戰好了 開始唱衰一下 那我相信過一陣子他們唱衰 失敗之後應該就有新的劇本就跑出來 好 國城老師 我其實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上一段我們曾經討論過說 楊志良他在講說 疫苗進來之後 為什麼要等兩個禮拜 你還要好好的去做一些相關的檢測 為什麼要做得這麼仔細 是不是有什麼貓膩 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如果疫苗進來之後隔天就開打 他一樣的東西他會再講 他會說 你這個疫苗進來 怎麼沒有先進過相關的檢測 然後你就開始打了 也有貓膩 會不會這樣子 一定的 詳細檢測也不對 然後陳時中說帶頭打 就說他搶人家的疫苗 他不打就說他對疫苗自己沒信心 然後打了之後如果他很健康 就說你這個是不是真的有打進去 如果打了之後有狀況 哇太好了疫苗真的是有問題 反正現在說什麼都不對就對了 而且不管是陳時中 我相信現在誰當衛福部長 王時中 李時中 張時中都一樣 重點是什麼 就是逢疫必反 為反對而反對 現在如果說陳時中去當行政院長 他就會說行政院長下台了 有這個衛福部長 在這個時候站待行政院長 也就是說防疫從去年到現在 當然我在節目中常常跟大家報告就說 其實是不是百分之百十全十美 我相信衛福部也沒有這麼說 都是不斷地在修正 不斷地在這個吸取經驗 參著這個各種專業的過程 不是說像現在來講這個很清楚 為什麼一定要反對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長期以來 從去年到現在一直對禁管的要求非常嚴格 尤其是去年很早的就果斷地宣布 對中國方面的居民來台就給予很大的限制 因為最早中國是疫區 所以就不讓中國方面來台 一直到今年到現在國台辦的記者會還在說 你現在兩岸來往的最大障礙 就是台灣不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是犯了中國的天條 誰在這中間被認為是最作梗的就是陳時中 基於專業對台灣的禁管非常嚴格 其實也不只是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是同仁 可是就有些特定政治人物 不會去看全世界其他國家 就是直接有看中國 你這個陳時中很堅持小三通 目前疫情還沒有解除的顧慮 也暫時先保留 對中國的觀光也保留 中國的疫苗也保留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他雖然名字裡有個中字 實際上來講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是個反中的代表 所以因為反中 所以你一定要下台 跟那個什麼專業 防疫 疫苗 以我看不是那些人反對的理由 鄭立委立委他在國會問的問題 我覺得我聽不到他在問什麼問題 第一個他說做不好 那我就心裡就在想 目前對疫苗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其實有兩個重要的事情 一個就是另外一採購是國產的問題 這兩個好像都是衛福部的主管範圍 所以他覺得衛福部長不能做誰來做 那他就是認為說 行政院長兼衛福部部長 還是總統兼衛福部部長 否則他問的是一個無厘頭的問題 那我就說可能無厘頭久了 所以問的問題很無厘頭 或者是找不到問題問 所以只好問無厘頭的問題 然後變成我們大家來討論他 這個很無厘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不用什麼討論 就是說莫名其妙的 你看百分之七十幾的人認為阿東莫做得很不錯 然後另外一狀況 我們的疫苗的推 我們的國產疫苗 有持續有它的進度在走 國際上的疫苗我們有持續來採購 回來之後我們更審慎的決定 然後就尊重有沒有要意願要來打 這就是民主國家